国军在屏东三军联训基地进行联勇操演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IDF释放热焰弹 随后阿帕奇直升机也对着保丽山的目标区射击 除了空中的射击之外 地面上的炮弹也是一发接着一发场面相当震感 可以看到不少军事迷手在现场 摄影机望远镜是带来设备 就要亲眼目睹国军的训练过程 昨天晚上台北的朋友说台北5.5度 新电5.5度 军事迷门热情不减尽管碰上寒流 不过大家都说相对北部来说 屏东国境之南相对气温照高 不过当地气温虽然是没有北部低温 但是洛杉丰相当常劲 现场也捕捉到观测台上的官兵 似乎也利用建物地势来躲避藏风 不为气候条件国军实弹操演 提升作战能力